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我是陈警官 我们再次欢迎陈警官来到我们的中间 陈警官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要跟陈警官一起来讨论 好 那就从你开始吧 OK 最近在华人区发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舞厅 然后呢 一个人拿着MAC-10 然后呢 杀了好几个人 在Montrake Park 对 然后呢 在San Francisco那个地方呢 也发生了一个枪击案 杀了六个人 然后他也是什么 欠了一百块钱还是怎样 那 全部都是发生在华人区 华人区刚好又是一个非常反对枪支的一个 这个族群 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开始带枪吗 我们应该要开始去申请CCW吗 我们应该要开始持枪来保护我们自己吗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应该要啦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CCW 比如说他们 像有些人会panic 然后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然后就是可能会做错事那种人 就不应该有CCW 因为你拿CCW就是一个责任 对吧 你用了一开那个枪 你要负责的 对 你要是错了你就完蛋了 每一发子弹后面都是一个律师函 对 所以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但如果你有这个calling 就是说 或者说你有 你想要实施你的这个 宪法给你的权利 CCW 那你最好就是要 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 你要去真的要去上课 真的要去 每几个月就要去射射枪 看看自己的能耐多在哪里啊 要知道自己的limitation在哪里 然后你再真正的去有这个CCW 对 而且不要说 就是只在那个射击场那边 flat range 跟八棒棒而已 你在射的时候 你多做几个 浮力挺身啊 仰卧起座 让你那个heart rate起来 你这样子才可以知道 你在stress level 的时候 你会比较好一点 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会有帮助 对我们锦销也有类似的训练 就是让你去做好多exercise 然后之后 最后一个环节 是让你去射那个靶子 对 是会有帮助的 那你会觉得华人这个区目前是安全的吗 跟其他的这个比较 well 你要跟某些地区比的话就安全很多了吧 对 对 黑帮聚集地来讲的话 应该安全很多吧 是 像是南加州的一些地区就是帮派领地嘛 基本上 像比达个比方 如果是City of LA 就是说洛杉矶市的话 它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帮派的地盘 每一个小小帮派 各种帮派都有 尤其最严重 常常有枪击的地方 就是像说10号 10号以南的地方 一天都能在射来射去的 然后这些枪当然都是illegal 就他们不应该会有这个墙的 但他们就有 right 那如果要是警察接警 会不会不太愿意去这些帮派聚集的地方 不会啊 每一个巡警都有自己的所谓的辖区 对 每一台车有一个自己的负责的地方 那那边出事了 你就是要去 就是你的责任 当然大家都会来 如果是很明显 就是有人又开枪了什么 大家都是往那边去的 就好像你身体里的那个白细胞一样 那边发炎了 就大家都过去了 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那些枪都是非法的 大部分 对 根据statistics Pew Research告诉我们说 全美国监狱里面 合法使用枪支犯下来的罪行 只有3%而已 所以所有美国监狱里面的人 如果说是跟枪击案有关的话 他们如果是 你就是说 合法持有枪支使用 但是是变成非法射击被关的人 对 只有3%而已 等于说97%的这些枪击案 全部都是非法的枪支 嗯 那这个statistic你听起来 你觉得是正确的吗 你一定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根据经验来说的话 是应该蛮matched的 蛮matched的 因为你majority 你deal with 这些shooting的时候 通常都是gangster 他们在射来射去 或者是就帮派火兵 去杀了谁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 通常都是drug related drug gang 对 或者是crazy 我们上次看那个 San Francisco那边一个 就是一个在平民区 然后搭着帐篷里面 Homeless 对 Homeless 然后一个女的冲过去 捅了一个男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 抓着一把AK47 就出来 啪啪啪啪啪啪啪 怎么会有AK47 对 而且你住在 Homeless 那个 他们是Homeless 他们是Homeless 里面 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警察都知道 如果坏人要有强 他们一定会有强 突然间 啪 OK 好人枪全部收回去 不可以有 然后的确有这个magic 啪 好人枪没了 但是 坏人却不会受到 这种待遇的时候 嗯 那不就完蛋了 That is perfect for my next question 因为我在看你那个 洛吉 interview的时候 你又讲到一点 就是说 好人可以有枪 但是坏人 我们要想办法 把他们枪夺走 但是我们知道 很明显 没有用 你立了再多法律 你立了再多这个东西 坏人他就是会有枪 那所以说 也就是说 我们立的每一条法律 都只是在打压 好人只有枪支而已 在我看来 这句话 你就是同意吗 还是不同意 Big Picture 最后的result 是这样子 但他们当然就说 我们因为这样 因为那样 所以我们要这样 但是我也是agree 我也是agree说 不可以就是说 太overly 就是随随便便的 就是可以给人家 CCW这种东西 因为我去这个 是very serious 还是要有rule在那边的 但是不能说 把rule变成 太overly 就是限制好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坏人不管这个rule 不可以说 坏人不能有枪 那你觉得有一个平衡在这个地方吗 一定要有一个平衡 那你觉得这个平衡是什么 我觉得平衡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如果他们都有发CCW 真的就在发的话 That's good I like it 以前是真的是拿不到 不是慢的 根本就没办法拿到 只有特殊 有特殊情况 特殊权利 有钱的人才拿得到的 对 现在变成是开放给大家 但是还是有requirement 让你去做 certain stuff 那你就去做 就好像你拿degree 你一定要去完成一些什么 但这个应该是比那个快 但是我另外一个 禁止他们CCW的方法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这个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呢 是只有政府可以规定的 所以说你要一个 certified的instructor 然后你去上多少个小时的课 这个样子 这样子反而就是更慢 然后你CCW就更拿不到 这样子反而是阻止了好人拿枪 不是吗 也不是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现在最难的是 去面试 你在面试之前 你都可以去research 哪个firearm instructor 已经是政府certified的 你已经可以去跟他上课了 你不用说 等到你面试完之后 才要去 你把这些都做好了 剩下的就是面试 然后再做什么的话 成功更快 OK 因为你不是说 今天你申请他跟你讲去哪 而是说你要 你可以去research说 哪一家的这个 这个firearm training 是certified的 你就可以直接去训练 来 我们这边的这个 警局 他随时都在讲说 我们警察不够 我们经费不够 我们需要更多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怎么样 但是依我听到 看到这些新闻 我们看到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警察 因为没有戴口罩 然后被开除 然后很多的警察 因为拒绝打疫苗 因为他的religious的关系 然后就被停职 到现在还被停职 但是 他们还是在说 警察不够 警力不足 然后这个 没有人要来当警察 因为他们的士气很低落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 目前警察的气势是 士气是怎么样的 就是很高昂 说我们要来打击犯罪 还是说我尽量多做多错 少做少做 不做不错 我在旁边吃东拿就好 还有就是 现在他们说这些缺钱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讲第一个吧 就是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态度 我觉得两者都有 但是其实大家都比较偏向于是 后面那个 OK 能尽量 如果 尤其是小事 真的是小事 大事就有人死掉了 有人枪击了被抢劫了被强奸了 被闯空门那种 算我们算是大事 闯空门大事 算是大 因为它是Falony 只要有关生死 这种有关的东西 就算我们算是大事 这种警察是抢着去处理的 因为法律也规定说 我们要去 我们都是开警灯 call through it 那小事就是那种 像打架啦 又有疯子在街上啦 有人在那边乱尿尿啦 这种听起来好像 思想不是很正常 或者是那种很小的事情 然后有可能会演变成大事的时候 哦 就是本来你让他在那边尿还没事 对 然后他突然 然后你报警了 警察来了 去跟他交涉 然后这时候他生气了 拿一把刀出来 那你要怎么办 你说哦 我们走了拜拜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知道还要丢了 直到他一直把刀放下 你把他上手铐 他决定是要把他带去精神病院 或者是说他冲向你 冲向别人 然后你要被迫开枪 你当然不想要被迫开枪 所以你不想要去碰这些事情 一个很小的事情 最后变成是 变成一个大事情 你不会想要碰到这种东西 现在像LA County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很多暴动发生 很多商家怕被打砸抢 所以他们就会主动在店上面 贴上去说 我们支持那个黑命贵 我们支持 Antifa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要来抢 不要来砸我们的店 我懂 警察可以做什么吗 来保护社区 还有说民众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社区 哇 你说如果是那种暴动 警察能做什么呢 All hell went loose 然后哪边放火哪边乱了 他就去哪边 哪边用新开始 他是一个像我刚刚上集我们说的 他是reaction 我不可能20小时都站在 那个同个地方去保护你 站那边的话保护作用比 而且我们人数也不够 说真的realistically talking 这边人口多少 警察人口多少 我们不可能做到 他们这种群聚暴动的话 你不可能只派一两个警察 你肯定是一个整个squat 或者甚至要两个squat 两个line 还有一个backup 你出事了怎么办 对不对 对吧 你不可能只剩一台车什么的 你暴动了之后 真的是you pretty much on your own 那如果要是说作为店家的话 他是怕说有人来抢劫 那如果有人进店来打砸抢 那作为店主的话 他如果要是有抢 他可以开枪吗 就是如果他开枪之后 会不会惹来很大的麻烦 有可能 开枪是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财产 是保护人身安全 所以只要你的理由 跟这个是越贴近 就越不会有事 就如果有人来杀你 对那肯定没有问题 很那个充分 但是如果人家进来说 我只是要拿你东西 我只是拿你钱 像是那种snap and go 直接就打砸了 抢走那种 你去开枪你就完蛋了 因为他不是威胁你生命 对吧 不代表说你不可以去阻止他了 但是你不能拿枪 去说开枪 把他打 打他的腿 让他不跑 你给这样 给这个奖理由给警察 你就被抓起来 所以这样的理由是不行的 当然不行 一定是跟那个人身 一定是跟人身安全有关 那如果要是有人 比如说闯空门好了 人在家里面 就比如说我之前经历过 有人来我们家 那如果闯空门的人 他手里是拿枪的 那我手里也拿枪 如果我看到这个人 手里拿着枪 在我家里的话 如果他没看到我 他就背对着我 他是拿着枪 然后在我家里这样 我从他背后给他打死了 这个我会不会有事 可能会有事 可能会有事 真的要看那个DA警察官 现在是Gascog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所以一切判案都是在于 他们 没有是Jerry说的算 他们知道你那时候 知道的所有的细节 跟你的想法之后 他们作为一个正常人 是不是跟你有同样的 决定说 是不是该开枪保护 因为你开枪的原因 是要保护 imminent threat 而且还要necessary 你可能这个情况 是有imminent threat 但是你没有necessary 去保护自己 then you're in trouble 比如说这个人有道 对吧 他站在那边 距离也没有很远嘛 有imminent threat 但他什么事都没有做 如果你就直接开枪把他打射了 他就问你 你开枪有必要吗 保护自己 他什么事都没有做 他设你的时候是什么stance 然后有没有往你这边走的 那个迹象 然后那个人的话 他说他有没有举枪指针 就像Kyle Rittenhouse 那个时候一样 他那个就是很perfect的defense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我们大家的是叫做加州的承包法 加州是有承包法的 对 但是在店家内 有castle doctrine吗 没有 对 有些州有 有些州甚至他的车里也有 或者是work place 但是在加州只有是在自己的居住的resident 对 你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承包法 承包法它只是一个形容而已 就是好像家里是你的堡垒 谁都不可以闯进来 你有权去保护你的堡垒 那他这个法律 加州的承包法在刑法里面说是 如果有一个住在这个住宅里面的人 家人什么的 然后他开枪把一个外人 不是住在这里的 不是亲戚的 外人一个stranger 闯进来之后打死了 任何没有目击到的人 包括警察 监察官 都要认为你开枪是为了保护自己生命而去开枪的 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发生 那最好的就是我啥也不说 对啥也不说 你说每一句话你都要经过律师 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经过律师 在上面说的每一句话 警察只要一录下来 就会变成在法庭上面 这不就是电影里那句话吗 但是不用录下来 警察听到你就写报告了吗 他就说这每一句话都将作为你的什么呈堂证供 所以警察来了之后说 我要找律师 对 就这样 就是说我要实施宪法第五休生产权权权利 就是保持沉默 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说你是你是住在这边的 然后他是闯进来的 就这是我的家 然后他进来了 是我开枪的 但是你不要再讲任何细血的 就是我要律师 因为他如果知道以上我刚才讲的那几个点的话 他是陌生人 你是住在这里的 他闯进来了 我是开枪的那个 他应该就要知道说 assume你是为了保护生命 把他击毙 除非有其他证据 对吧 所以就说到这 就是最好不要碰到这种事 然后万一碰到这种事 就啥也别说 就我要找律师 就完事了 就赶快找一个律师这样 对你有可能会被带走 但是最后的结果跟你到底有没有跟警察去讲你的detail 你有可能会讲错吗 所以就会有这个很大的影响 当时在家里 那在店家里面呢 加州有stand your ground的这个 加州是stand your ground state 对 很多人mistake这个 stand your ground有分两种 一种是per statute 就是说法律上说你是stand your ground 另外一种是by practice 加州目前是by practice 它没有一个法律说你可以站在原地 不用退开 所以加州不是一个 它是不是一个by statute的state 它是by practice 它在陪审团的这个instruction里面 法官会特别的去跟每一个坐在 这个陪审团 习里面的大家去解释说 被告是有权利站在原地保护自己 他不需要后退 你不可以因为说 问他说 他为什么没有撤退 或者是退开 back up 你不可以把这个当作是判罪的依据 所以再加州是stand your ground state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说 you stand your ground 然后他攻击你 然后你在你的店家的话 那你就有理由反击了吗 照道理讲是这个样子 但你的理由必须是要 它是要来伤害你 inminent 去杀你或者是造成重大的身体伤害 不可能只是因为强力的包 然后强 还有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警察来的时候 你拿你的手机录警察 这样是合法的吗 完全合法 但是主要是你的 不要去弄警察 你不要干预到他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站了好几步离他远远的 你camera现在这么好 iPhone放大 你想要录都可以录的 你懂为什么 你就特别站在人家面前去弄他 你妨碍执法那就是不一样 看到很多是traffic stop里面 然后traffic stop 然后警察就过来说你怎样怎样 然后那个就拿警察拿人手机这样录 然后警察就说你现在把它关掉 不可以 然后他说我不行 我就是要录 然后他就说 you're under arrest for disturbing of justice 这我们都很BS的 很多老警察他们有all mentality 就是说他认为说 是应该是他的private interest 他不想让他的脸被 他录下来被发到网站上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他们不了解到说 其实录影是包括在 First Amendment的right里面的 如果他没有造成生命安全 或者是安全隐患的话 他是不可以说不能这么做的 录警察是完全OK的 只是你要特别注意不要把事情excalate 你好好录就好好录 警察跟你说OK 那我现在把你请出车来 你要把你拿着 你要挖给你上手铐 那OK那你就上手铐 上手铐嘛 对不对 对啊 你的嘴巴可以随便爱讲什么的讲什么 你甚至骂警察都可以 OK 但是你身体一定要诚实 你的身体 警察说把手放在后面 OK 上手铐 对不对 上完手铐 没有安全隐患了 那你要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再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OK 对吧 那很多人在指控说这种 警察都只敢欺负好人 然后开网单 然后真正有坏人的警察都不敢抓 你对这样的指控有什么看法 就是我们警察就会去那种 很严重的事情 对 一定都是赶过去的 也不是说真正坏人不敢抓 对吧 而是说如果是 那种事真的是小事 然后这个人又想要把他变成 big nothing but this person trying to build a case on that person and try to make it a big deal yeah 就是我们最讨厌的 It's a big nothing right 但是你一定要把他弄得很大 讲得很严 我们看影片 No crime What's going on 但如果真的是很serious Somebody got shot Robbed Oh yeah 我们就是yeah That's the thing 我们要去弄这个 对 Yeah 我想问就是警局会不会为了避免被人控告种族歧视这种麻烦 所以如果碰到黑人的话就派几个黑人警员过去 就是黑人去对黑人 那就是racist 哦这样就是 你根据他的racist 然后做出了决定 对吧 racist 这样不是避免 任何根据种族的因素 或者是其他宗教 或者他是什么老人 protected class的因素 你去做为了那个东西做出特殊的决定 就是racist 就是discrimination 如果是racist就是racist 那如果是其他就是something else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把它特别的categorize 然后按据他的这个class你去做出的决定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说 诶 everybody let's go 你去其他做人 we need you let's go 然后你来 然后但是你的standard还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就是赶紧 哦 来啊来啊来啊 你知道吗 可是你的standard是一样的 你个人有面对过就是你看到警察执法过当的经验吗 还是你觉得警察大部分做的东西都是还蛮符合一般的这个尝试 还有合理范围的 我觉得大家做的应该都是符合这个正常的范围的 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 其实是身在一个很lucky的年代 现在大家警察执法都有那个相机 所以that's really gonna prevent a lot of stuff 我们遇到很多警察说他很不喜欢这个 为什么不喜欢啊 就是他觉得他们都被拿来去搞 像那个Derek Chauvin的那个case George Boy的那个 你在节目上也有讲到 他说他在他压着那个那个的脖子 但其实很明显他就踩在他的shoulder blade上面 但是大家看的就是ne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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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了之后也没有用 只要大家讨厌警察 只要政府还有这个东西施加压力 警察再多证据也没有用 这个东西反而只是让你被告的成分在而已 他那个case太多evidence 警察不是很有利的 尤其是他已经上了手铐了 对 你怎么可以把他压在地上 因为他出来啊 我们不能这么做的呀 我们那边有规定说 如果你把人家上手铐了 他马上就要坐起来 或者是要被压制的话是要放在侧边 你可以压在侧边 因为他被这样压住的话 真的是很难呼 所以他们的确是有舒适的啦 但是我觉得murder 我觉得有点太过了 就是manslaughter 会比较接近 那个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啦 一般情况 camera是帮助我们比较多的 OK 尤其像是racist这种claim啊 说我们骂他啦 或者是说我们打他 然后明明就没有啊 上手铐什么都录下来了 对不对 就是他们拨下来之后就是 That's it That's nothing gonna happen 有时候他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写下来 结果明明就他说没有没有讲什么的 你重播给他看 对不对 这种我比较喜欢这种 然后 而且你如果对一件事情 有时候你去一个车祸 撞车了 后面要上法庭 他们要告嘛 彼此告 可能那个公司有钱 然后这个人想告他 两年前的事啦 有时候报告写的很简单 因为小事情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就能说我记不起来了 我一方面的一方就很好了 哦他记不起来了 所以就是没有证据嘛 那他当然是对他好 那如果我也有影片的话呢 我去上庭之前 做证之前我可以去看 至少我可以记起来一些东西 记起来一些东西 可以去讲了嘛 或者他直接去调那个影片出来放 那不就是事实把他在眼前 就是很多人把警察刻意妖魔化 然后又把警察为神圣化 好像他们不会犯错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 两边的人都有 对 就像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警察绝对不会做错事 然后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他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疏失 然后呢我们要百分之一百 support the police各方面的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边的人会觉得说 警察就是坏 然后警察一天到晚就没事做 然后在那个地方就只吃东西喝咖啡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专门打好的黑人 white supremacist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就是警察也是人 然后他们也是工作也是很辛苦 就是很多人好像对警察的要求 会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同时会忘了 他们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就好像说要我们也是 很多观众会对我们的要求 非常非常的高 他们会把我们会忘记 其实我们也是很普通的 就每天也会要吃饭睡觉的基督徒 然后他们也会把警察当成 就是好像是那种钢铁虾一样的角色 然后他们也会把牧师 当成是完全钢铁虾就发现 牧师根本不需要人关心 牧师不需要同行 牧师都很强的 牧师跟耶稣差不多 就是很多时候会对某一些职业 有特别的误解 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 就是再回想起来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差不多 你说警察 警察也是要吃饭的 警察也是要喝水的 警察也是有自己的情绪 这都一样的 我们只不过从事不同的职业而已 所以很多的时候 真的是要有更多的体谅 而不是说把他们当成一个 就是一个模范 一个完全的标杆 就只要你有一点不符合 我就讲 我就讲死你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这样 也希望大家收看我们 这一期节目之后 对警察这个职业 有了更多的了解 然后反正我是有了 很多的了解了 然后我感觉 警察这职业真的很辛苦 而且这个辛苦 并不是说一般人 能够体会得到 一般人能够了解到的 所以在我们看完 这一期节目之后 我们要更加的明白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能够辅助警察 做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选举的时候 我们真的真的要搞清楚 哪些人是我们要选上去的 哪些人是我们要拉下来的 这个是我们一部分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作为美国公民 作为社区公民的责任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更好地辅助警察 因为很多时候 警察真的是听命令去执行的 如果上面发命令的人不对的话 他们抓人也是白抓 辛苦也是白辛苦 所以在这时候 又是更加提醒我们 等到2024之前 我们就要慢慢地做功课 哪些人在我们community里面 在我们城市里面的 然后在我们州里面的 这些不好的人 我们这次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争取 大家一起去 那个跑票 争取要把这些人 全都拉下来 然后把符合公民利益的 符合圣经价值观 这些人就选上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节目 也非常感谢陈警官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你 没问题 谢谢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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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